然后我们再说效率吧 加拿大医疗效率非常非常低 平时的小感冒基本上我们都不去 平时的小感冒都不去看 懒得去看 一排队就要一天 一天耗在急诊耗在诊所里面 首先他们这里的医院你不是不能随便去的 不能说你有了病你就去医院 这个和中国完全不一样 中国是你去医院挂号啊 挂个号就可以给你看病了 对不对 这里的医院你要凭着你的家庭医生或者诊所的reference 他可以去 你要referral 首先你生了病你感觉自己有病 除非你是急诊比如说你骨折了或者什么 或者是初恋突然骨折了 你要去急诊去 你可以去医院的急诊室 其他的病去急诊室你会等一天首先 等十个小时有可能的 我以为我的同事儿孩子肩膀肩膀是错位了 错位了 然后他就去急诊室真真真真的等了八个小时 比较绝望 我觉得这个情况比较很差很差 然后呢一般的感冒啊肚子疼啊或者小的地 你觉得你觉得身体哪个地方不舒服啊 你首先要去一个诊所 诊所和医院是两个概念在这里 我们在国内的时候没有分那么轻诊所和医院对不对 这里诊所是诊所 医院是医院 你首先去诊所要一个referral 首先去诊所去跟医生约个时间去诊所 去跟诊所的医生约个时间 让他给你检查一下 然后他觉得你需要去医院 然后就把你送到医院去 然后就给你个章纸给你个referral 你拿着这个东西去跟医院说我需要来治病 所以说 然后 然后你在等啊 如果你拿到referral之后你去医院 不是说医院马上就给你看病了 然后你排队 三四个月是很正常的 如果你有哪个地方不舒服 如果是比较说实话 如果等不起三四个月的病 人就医民呜呼了 就死了 这个治疗制度非常淘汰 不拉底 所以说为了这个 中国人呢 来移民过来之后 我为了这个 以后的医疗啊 还是要保留住中国的医保 或者或者是 中国的 还有中国的身份吧 不要随便就去了 保留住这些东西 说不定哪天去中国治病 还是 也是一条可选之路 而且我觉得中国治病 确实是非常快 非常非常的快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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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